我們聊一聊快樂一點 異國戀情 廖伯亞這樣帥…的 然後又音樂 小提琴一拉一等一聊 那時候是跟一位拉丁 身材一定超好 隨便講完了 拉丁神燈 而且他是舞者 對 他是跳舞者 其實他一開始也不太就是認識我 但是我們是在派對慢慢認識 然後他覺得 就是我們可以聊 就是可能因為我英文也OK這樣 也滿好玩的 然後我們就聊得來 然後慢慢…有好感 就有開始約會這樣 約會稍微一點 對 稍微一點 但是發現其實 他們的上司真的是 我以為他講好大 對啊 我想說 拉丁神燈很大聲 他說講話很大聲 不是 笑喔 叫什麼 好大聲 我剛以為是叫做拉丁男朋友 嚇我一跳 沒有… 他們直來直往 嚇門很大 對 然後你知道我們在 其實我們在練團的時候 在練交響樂 其實我們都是很小聲的 因為老師都是 你知道 指揮家都是 對不對 對 要聽呼吸 對 但是在這個沙嵐你就會聽到 Kevin… 就從那個Hallway開始 你從烏婆交往的 真的就是這樣的聲音耶 真的就是這樣的聲音 然後大家都 因為他們慢慢知道我跟他交往 所以我的朋友在坐在前面 或坐在後面都會這樣 好尷尬喔 就看著你 對啊 然後慢慢就會覺得很尷尬 然後其實他的 舞者的作息跟演奏家 就是音樂家也是不一樣 不一樣 他們都很早起 然後很早的排練 我們都是很晚的排練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作息不同 對 作息不同 所以就沒有在一起 你們在彩排 他經過你 門口會噎你嗎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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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 小提琴 小提琴很小 對 不像人家這個大公司 Curro的 你知道嗎 18 18 19 20歲的女生 通常不太會… 尷尬年紀 對 就通常不喜歡同年紀的男生 因為都覺得同年紀男生 比較幼稚一點 所以就會喜歡年長的男生 然後那時候我們學校有一個 日本來的助教 他是TA 然後真的很帥 他大概有100 180多公分 然後我還記得他長得很像 然後他那種 每次只要遠遠看到他 他就是像是日劇一樣 手上拿著書 然後在雪當中 慢慢的從前面走過去 我就時間通通定格 然後有一次他就在辦公室裡面 然後我就問他 我今天有 我想要對學校有一些建議什麼的 我要怎麼寫 然後就第一次有機會 跟他在辦公室裡面 單獨了30分鐘 然後他就是溫文儒雅的一個教授 從此之後我就跟他通了半年的電郵 但是一直都不敢表白 然後聽說他本來是想要留在加拿大 當那個新聞方面的工作 可是好像不是那麼容易找 所以他就離開了 就這樣 都無疾而終耶 妳真的太遺憾了 純純的 要出手嘛 無山雅緻耶 很帥 台灣的女孩子太含蓄了啦 你要約他office hour 然後到campus 就是校園裡頭咖啡廳對不對 然後兩個人家 我就只敢到那個辦公室去而已 太可惜…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